當然是一人 中午時間還沒到 酒廠前已經有排隊民眾 為的就是這一瓶噴頭式酒精 限量24瓶相當稀有 11點多啦 11點多喔 對 對 對 因為外面要買那分裝品 那個噴頭 現在市面上都已經都缺貨了 這裡有噴頭了 又實用 店員一邊收錢 一邊確認人數 不到五分鐘就賣光 買到的民眾如獲至寶 100塊喔 謝謝 來 最後一瓶了 好 OK 這樣就可以了 很開心 因為台酒公司 原本生產的酒精是玻璃瓶裝 民眾還得自備分裝容器 相當不方便 首次生產噴頭式酒精 500ml和60ml 預計產24萬瓶 但第一天開賣 全台只先提供1萬瓶 分三天販售 目前因為量比較少 陸陸續還會生產 所以今天開始連賣三天 然後每天只有24瓶 由於噴頭式酒精成本較高 無法供貨到其他大通路 販售據點只在自家的135個通路 想買到還真的不容易 那我今天來鋪空啊 這已經超過4個 完全沒有啦 它就24個排在這裡了 防疫酒精全台風向 原本全聯從7號開始分售 但有網友分享心路歷程 自己一大早7點39分 衝去全聯 好不容易才買到 讓網友驚呼太扯了 店員說因為酒精配送數量少 並非天天都有貨 實際跑了好幾家也全撲空 防疫期間 若想在超市或量販店賣到酒精 恐怕真的得碰碰運氣了 記者楊敬 蔡敦營 SNG小組台中報導